台積電雄本一場明天將要舉行開幕典禮 包括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都會出席 這是台積電在海外最快落成的晶圓廠 對日本而言除了是最先進邏輯晶圓廠 也是半導體的復甦指標 日本智庫九州經濟調查協會就估計 台積電十年內創造的經濟效益高達新台幣四點三五兆元 而目前廠區已經有5G的訊號車進駐 員工也為開幕典禮再做準備 台積電日本廠將在二十四號開幕 開幕規格將比照美國廠 目前廠區周圍已經有5G訊號車進駐 為開幕做準備 開幕前一天日本雄本廠一場 員工正在打掃環境 由於開幕當天出了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董事長劉德英慧出席 日方包含首相岸田文雄 以及合作股東包含松尼等政商界重要人士 都將見證這歷史一刻 當地民眾也非常期待 從出席貴賓就能看出日本政府對台積電日本廠的重視 這座新廠是台積電海外布局中最快落成的晶圓廠 對日本而言 除了創下日本對台商的最大投資 台積電更是日本晶片法案中最大的補貼社會對象 也是台灣晶圓廠第一次和日本車廠直接合作 TSMCの進出は100年に一度のビッグチャンスです この進出効果を最大限に高めて熊本そして九州の50年後100年後の発展につなげ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台積電日本雄門廠一廠製成包含四十二八二奈米以及十二和十六奈米 預計今年下半年量產 二廠則是先進的六或七奈米也要在今年年底興建 兩廠整體月產能超過十萬片 日本擁有的最先進的自從只不過是四十奈米而已 所以台積電的雄門第一廠有二十二、二十八奈米以及十二十六奈米 台積電雄門廠將是日本重振半導體的指標場 九州經濟調查協會估計 台積電十年內創造的經濟效益高達台幣四點三五兆元 未來台日的半導體產業如何打開新章 全球都在關注 記者源子郭俊玲日本雄門報道 字幕提供